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氨基酸蛋白质在加热过程中产生的黑棕色大蜂子黑金的一个过程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块深的牛排在烹饪过程中它呈现出不同颜色的一个变化 简单来说美拉德创搭就是以大地色和棕色以基础色调的一个创搭风格 美拉德怎么创 今天又会总结了七套创搭思路 供大家参考赶紧点赞收藏哦 这一套要介绍的就是我身上这一条西装 尼紫阿伊面料的西装是来自于Rehorse 它们现在双十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棒的折扣机制 全网有一个八折 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可以用我的装束折扣码去下单 还有就是它们在黑五阶段会有一个全球免油费的一个机制 又趁现在年底这个活动力度最高的时候去购入 这件西装外套面料是类似于尼紫阿伊的面料 版型是一个正肩略微宽松的不仅经典且修型的一个版型 颜色是这种非常漂亮的今年棕色系穿搭必备的一件单品 就是一件棕色的西装外套 这件西装外套从露秋到深冬我们都可以搭配 我今天的选择呢是选择搭配一件小小的这种米色的吊带 因为寒州现在还蛮热的 再冷一点的时候我们下面是可以搭一个高龄的米色的或白色的基础款的毛衣 也会非常的好看 大家按照自己生活的地区的温度去调节下面搭配的这样一件单品就可以了 下方是呢选择了一件我刚刚入手的芒果的这个鸡皮小裙子 抹上去呢是一个鸡皮面料 可是它的面料呢是非常有弹性的 是一件交叉类型的短裙 不过这件短裙它有一点点偏小 如果姐妹们喜欢的话记得买 比平时买的那个码数大一码就可以了 最后呢给它搭配了一款焦糖色的包 这款包的包型呢它比较大 比较适合秋冬天来搭配一些厚重一点的衣服 像秋冬天我们搭一些小包的话 就会显得包好轻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整套创搭就会更加的平衡一点 它是可以这样肩背 也可以把袋子放长当一个侧背的包包来使用 这款的焦糖色也是在美拉德色系当中 可以找到的一个点缀的颜色 让整套创搭既有商务感 又有自我表达的一个思路在里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二套搭配了一个英文风的防风外套 这件外套我买了整整一个月了 一直都没有给你们介绍过 因为单独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创搭视频当中 我都觉得它挺突兀的 所以就集中了一下 把近期我买到的中式的单品 都放在这一期的美拉德创搭里 给你们分享 我这件来自于有一股 它是一件男女同款的一件夹克 短夹克 它功能性特别好 它的领子是这种灯芯绒的领子 面料是这种防风的夹克面料 比较厚实 袖口内还有个防风设计 这边是可以缩小的 这样可以防止风从袖口里装进去 就会更加的保暖一点 另一边是这种棕色格子的那里 这样外套需要去发掘一下 它的好用之主和它的搭配性 放在那里是非常不起眼的 可是它搭配起来真的非常的香 时髦又经典的单品 最好的搭配就拿这件外套 搭一件搭底商 像我搭这件绿色的搭底商 搭这个棕色系的外套就很和谐 因为绿色配棕色就是一个棕林系的颜色 所以它们搭起来是非常的和谐的 这件搭底巧妙之处在于它上半部分是一个传领的设计 还有一点点微透的设计 所以整件衣服是有一点点小性感在的 它搭配这种中性感很强的外套的时候 就能很好的去减弱它的性感 裤子就选了一条直筒的牛仔裤 这件牛仔裤是来自于曼国今年一个新色 它整个水起的颜色是比较偏复古偏黄调的 所以搭配一些棕色或者绿色系的单品 不会看起来特别的突兀 所以在牛仔色选择上面大家也要选一些 比较能融合这两个颜色的牛仔 第二套纱组都选择了一些耐看有态度的经典单品 大家找一找柜子里应该也都能找到的 这件外套的领子有三个穿法 第一个就是当一个普通的方领来穿 第二个方式就是把它里面的小舌头放出来 这样就会更加的机能感一点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它整个领子拉起来 把扣子扣到这里 变成高领之后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挡风的作用 就是你脖子这边不会受凉 面料虽然是硬挺 不过是柔软的不会硌到你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们可以把领子稍微往外折一点点 变成一个小小的非常有立体感 挺得住的这种小方领 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复古的感觉 这件外套就属于那种时尚复古又机能性点满的一件外套 我觉得还蛮值得录的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也喜欢的话可以买过来穿一穿 它口袋有两个 一个是从侧面这样插进去的 还有一个是从上面这样放进去的 都是可以用的 第三套搭配是浑身顺色系的套装搭配 用一件白色的内搭作为一个隔断 让同色系创达更加的有层次感 外套来自于芒果今年新款的一个羊毛西装外套 它的面料是比较厚实的 类似于大衣的面料 是这种人质文的棕色系和米色系的魂纺 看起来非常的高级 这件属于比较合身的一件西装外套 跟第一件的版型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件更加的正式一点 然后它的羊毛含量会高一点 内搭呢搭了两件 一件白色的是来自于优衣裤的这件打底 还有一件COSE的这件羊毛打底 两件搭配在一起 这套就是经典品拔 又杠练的统一色系的一个穿搭搭配 裤子呢是一件高腰的扩腿裤 前面呢是有个叠加的皱褶设计 这样重叠加皱褶会让整件裤子轮廓感更加的强一点 这一套搭配思路呢就用一些饰品来点对我们身上的美拉德传达 现在这件皮夹客呢是萨拉今年的新款三支饰品 你跟你们分享过了 它的颜色是棕色偏灰调的一个混合色 不是很容易去描述啊 因为不同的灯光下它会有不同的颜色 它跟我们传统那种印象当中的棕色是有一点差异的 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些包包饰品来突出这个色系的存在感 靴子呢就是那种很粗犷有一点点做旧感的棕色的 它的风格跟这件皮衣还蛮搭的 可是我们身上其余的装品呢都属于这种基础色的一个大面积的黑色 作为一个底色 这样搭配做出来呢就不会过于的夸张 如果你们之前跟着我买了同款皮夹款呢 也可以试试这种搭配来搭出不一样的风格 这套搭配逻辑的跟刚才前面那一套黑色搭配逻辑是一样的 都用一个基础色的颜色为底色 这一套用的呢是浑身的白色 搭着这件羊羔毛外套是来自于ZARA的 是秋冬的一个新款 这一件的话它的面料虽然是这种羊羔毛 不过它是比较薄的 你们应该能看得出来它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羊羔毛 所以它上面身上不会很臃肿 就不会让你显得很胖 它的保暖性呢也还可以 像在南方生活的妹子这一件就可以在冬天的时候穿了 下面呢是搭配了一件V领的白色的针织 这件纯白色V领的针织呢是来自LIKOAS 我个人非常喜欢它这个领子 它这个V领开得有点宽 它能很好的去拉长我们脖颈这边的线条 像冬天我们的外套很厚的时候 把头发全部扎起来 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加的轻盈一点 就算你外面搭这种厚的外套 也不至于让你看上去像一只小熊一样的臃肿和厚重 这两件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给你们的 布图呢是我穿了好多年的一个牛仔裤的品牌 这条白色牛仔裤是很有弹力的 我每年冬天基本都会拿出来穿个几次 很好穿也非常搭梅拉德色系的外套 像这种内搭用一个色系来做搭配的时候 会让整个人看起来纤细挺满且显瘦的一个创搭 这套的选择了一套棕色系的真姿连衣裙 是100%牙毛的来自于绒美 它是非常合身且非常有弹性的一条连衣裙 因为它的合身所以它不允许我有任何小肚子 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不过它的颜色和版型非常的好看 属于这种一字间的露出非常好看的锁骨 穿这件连衣裙的时候上半身是一个倒三角形 很好看的一个体型 长度呢是到小腿肚它有两个长度 你们可以选择较长的也可以选择稍微短板一点的 按自己的个子去选 颜色是这种棕色系的 有一点点偏橄榄绿的前面有几条步规则走线 是一个侧面的走线 整件衣服呢还蛮有设计感的 如果你们喜欢身材要非常好的话 这件连衣裙我真的很推荐 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对这些身材不满意的话 那这件连衣裙你们就直接放弃好了 外套呢是搭了一件风衣 这件风衣的颜色呢就属于大地色的卡提色 所以搭配这种深一点的棕色也很好看 属选择跟这件风衣有点类似颜色的这种米白色 这两件单品呢都属于经典又有态度的单品 这套呢是用牛仔色作为一个基础色 外面搭了一件橘红色的毛衣 这两件衣服呢都是来自优衣裤的 衬衣呢实现在男女同款的一件牛仔衬衣 是一个深蓝色 我穿的尺码呢是他们家的最小码加小码 毛衣呢是来自优衣裤的Z系列 之前视频当中给你们推荐过了 正好可以拿过来搭配这个牛仔色和棕色的外套 这三个单品搭在一起呢绑绑整整的一个美拉的穿搭 搭配牛仔会让整一套穿搭显着优雅又复古 整个就是一个90年代的港风 裤子呢来自于芒果今年的一个新款 它是有弹力的一个微微的小喇叭 颜色呢跟衬衣的颜色非常像 都是那种非常深的深蓝色 如果姐妹有喜欢的话呢 我也会把今天所有产品的信息和相对应的折扣码都放在下方的info box里面 在购买之前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穿的一些尺码 如果姐妹们想知道更多的折扣信息 那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娘家姐妹团 在这个微信上呢 有个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折扣信息和一些生活的日常 那今天这视频就先给你们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视频点个赞 留言一下和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要先谢谢姐妹们 今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